大家好 在我正式开讲之前呢 我想请大家看一个小短片 视频中刚才播放的短片 是2020年 孕20首次参加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首次亮相 它把大量的医护人员 和防疫物资运抵了武汉 看到这个场景 就让我回想起了2008年 当时汶川抗震救灾 同样是人民需要 同样是时间紧迫 我当时驾驶的 就是孕8运输机 我们要把大量的物资送到灾区 那个时候就非常窘迫 为什么呢 如果要像今天一样 给武汉送去这么多的抗疫物资 当时运马飞机 是要飞四趟到六趟 而且连续12小时奋战 不休息的情况下 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那个时候 我们大家都在拼体力 拼精神 心里都在想 我们什么时候 能有祖国自己的大飞机 什么时候 能有国产的大飞机 我什么时候 能飞上最好的飞机 我什么时候 能飞上最大的飞机 我们国产的大型运输机 2016年 2020 第一次列装部队 我的愿望 就实现了很大的一步 我什么时候 我们俩的未经许